圣经这样说 他说中天是离开升天之后 牧羊的人就彼此说了 我们住在百里行的地方 我们要去那里 然后看看所成的事 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事情 其实他去到客棧的时候 我觉得客棧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人生就好像客旅一样 在一些地方的时候 你就会走去 但是在旅途当中 你会停在一些客棧的里面 客棧有时很舒服 客棧又不需要你去负责清洁 但是不可以让你长住 不是你不可以长住 是你总是要回到家的里面 人生是要重视这个家 有时在客棧里面 有很多不干净的东西 他很想你留久一点 但是你要记住 客棧只不过是过渡的一个时间 人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旅程 人生要接纳神给我们的这个旅程 这个旅程是一个祝福 有些人说我不喜欢 我希望我人生能够时光倒流 曾经有一个人 他时光倒流了之后 他环游全世界 环游全世界之后 他回到乡下的时候 他发现乡下的人不认识 为什么呢 我的子女呢 他说没有啊 你不在这里 所以你的子女不在这里 为什么那些人不肯帮人的 他说没有啊 没有人肯帮人的 因为以前他帮人 人家又继续帮别人 别人再帮别人 但是他没有去帮助别人 没有去影响到这批的人 他说我弟弟在哪里 他说你弟弟那次跌了下水 没有人救他 他忘记了原来 那次救回的是他去救他弟弟 但是他不在这里 没有人去救他弟弟 然后呢 他的朋友去哪里 他说打仗死了 因为他的弟弟不在这里 没有好好带领这批的人 结果这批的人 他们在战争里面 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原来人生里面 这个旅程当中 神有一个旅程给你 停留在某些地方 人生在这个世界 其实可能都是在客里的里面